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用机枪成功击落了敌军的战斗机 可就是这样的战斗英雄却在回国后因为工作人员的粗心大意 而导致他30多年都隐姓埋名 甚至让他欠下巨款被银行上门要债 那么这位老英雄到底是谁 他为何会欠下银行巨款 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1988年住在重庆河川区龙兴镇的蒋城 正一如既往的在门前的树下休息 不过这时就有一群西装革履的人朝他走来了 腋下还夹着那个年代标志性的公文包 看着好像是哪里来的大老板似的 原本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还在说笑打闹 可在看见蒋城时 当即就换上了凶神恶煞的表情 他们来到蒋城面前后 跟在身后的两个小喽啰 直接耀武扬威的说道 蒋城你今天必须得把欠我们的2400块给还了 蒋城非常诚恳的回答道 再等等行吗 我现在正在凑钱呢 等凑够了就马上还给你们 可没想到这帮人是铁了心来逼债的 听到老人的话后 他们更加激动了 直接拿出了单据 非要老人当场签字画牙 此时蒋城在屋内的儿子也闻声嘎了出来 当他从这些人的口中得知 父亲签向银行2400元时 觉得非常震惊 在他的印象里 自己的父亲从不会乱花一分钱 更何况是一笔这么大数目的钱呢 所以肯定是银行的人弄错了 可就当小蒋跟他们解释时 蒋城却直接开口了 你不要说了 这钱就是我借的 不过无论怎样 我都会把钱还给你们的 他的儿子听到父亲这样说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只是把自己多年来 攒些的1000多元钱 先给了银行 至于剩下的蒋城思来想去 家里还有一栋老房子 于是他决定将房子拿去抵押 之后蒋城就来到了县城 询问抵押房子相关的事宜 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才导致这位已经被埋没了30多年的英雄 让世人知晓 当时接待蒋城的工作人员 在看见名字后 就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刚开始他并没有多想 只是认为这可能是叫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吧 这个事情不久之后 他在寻找文件时 翻到了一本早前的革命军人 立功喜报 而这本喜报上写的 曾经获得过一次一等功 一次三等功 而上面的名字正是蒋城 在仔细核对了身份信息后 他确定这正是之前离开的老人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 蒋城还明明尚在 那为什么他的喜报会被尘封在这里呢 王军英意识到 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 所以他当即就把这个情况 如实汇报给了上级 至此 蒋城的真正身份 也即将被揭晓 他是上甘岭战役的一等功臣 只用一挺机枪 就打下了敌军飞机 他将流出的肠子 塞回腹中后 继续战斗 直接揭灭了400多名美军 独自坚守阵地 西田七夜 没有让联合国军夺取半寸 可谁都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的英雄 竟然在退伍30多年后 才受到应得的荣誉 甚至还被银行赌门要债 他在无奈之下 只能靠抵押房子偿还巨款 那么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1928年 蒋城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 普通百姓根本就难以生存 有不少人都被饿死 不过就算家里条件比较艰难 蒋城还是健康地长大了 那时的中国 宝京战火的打击 所以蒋城立志 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 去保卫祖国 建国之后 蒋城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队伍 1950年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 而这时的蒋城 也已经在部队中序列了一年 他一心想要保驾卫国 所以他跟随着 数万志愿军战士 熊秋秋气昂昂地跨国鸭路江 奔赴到了朝鲜战场 尽管之前已经接受过训练 但那只是演习 所以蒋城只能算得上 是一个新兵 不过就算现在 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他也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异常勇猛 不论在哪场战斗中 他都会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上级也因此注意到了 这个勇敢的新兵 所以直接任命他为副班长 蒋城陆续参加了 400多场战斗 之后就加入了党组织 因为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所以多少能在部队中 听闻一些有关他的事迹 不过真正让蒋城 一战封神的 还是因为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14日 伴随着一阵猛烈的炮击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打响了 当时蒋城所在部队的任务 是侧应537.7高地的主力部队 到了阵地后 蒋城看到自己的战友 陆续牺牲在战场上后 他感到万分悲痛 于是他当即就架起了机枪 朝着冲上来的敌军 就是一缩子 但美军就像是打不完似的 他们一波接一波的冲锋 蒋城就一次又一次的 把敌人打下去 美军指挥官见久攻不下 就命令炮兵加大火力继续轰炸 一时间300多门火炮一起发射 将整个上甘岭变成了人间领域 地上的泥土被炸飞两米 石头也变成了粉末 不少战士都被炸死震死 轰炸结束后 蒋城看着自己身旁牺牲的战友 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这些联合国军全部杀光 就在这时 美军一架侦察情报的战斗机 朝着这边飞了过来 怒不可的蒋城 直接就端起了地上的机枪 朝着天上的飞机 就是一通扫射 机枪疯狂的吐出火蛇 就在这几发子弹 要打着飞机的时候 却出现了一队美军的步兵 而飞机也趁机对着蒋城 所在的阵地 投放出了一枚炮弹 随着一声爆炸声响起 蒋城被炸倒在地 激烈的疼痛 让蒋城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原来是自己的肚子 被弹片划伤了 更要命的是 由于伤口太大 他的肠子竟然流了出来 对此蒋城没有多多思考 他直接用手将肠子塞回了肚子里 然后再用自己的衣服紧紧捆住 做好了这一切 转身就继续拿起机枪战斗 之后当别人问他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只是淡淡地说 黄继光为了胜利 都能用自己的身体堵机枪眼 我跟他比起来 我这点伤根本算不得什么 凭借着这样的信念 蒋城又艰难地站起来 并立即架好了机枪 而他也迎来了反击的时机 这时美军的飞机 正好要进行低空盘旋 他瞄准之后 直接就用一梭子子弹 把美军飞机打了下来 在这次战斗中 蒋城歼灭了敌军400多人 激怒了敌机以下 创造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 又一个奇迹 战后身受重伤的蒋城 被送到了后方的战地医院 进行紧急抢救 众多医生经过一天一夜的时间 才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志愿军司令部也收予了他一等功 可谁也没有想到 这样的英雄回国之后 不但没有受到优弹 反而在晚年的时候 还负债累累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是山甘岭战役的一等功臣 曾一人揭灭了400多名美军 在肠子都已经流出都外的情况下 还击落了敌军一架战斗机 可他在回国之后 却被隐姓埋名了30多年 直到银行上门追战 才暴露了其真实身份 回国后的蒋城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复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战士们都很高兴 因为自己能活着 见到自己的家人 而蒋城凭借着 在战场上立下的一等功 应该在返乡之后 会享受到当地政府的照顾 第一是慰问金 第二就是给他安排一份好的工作 可是蒋城却没有得到 他应有的荣誉和待遇 当时的蒋城既有突出贡献 在部队中又有职务 他应该是会得到一份国家喜报的 可是那时负责撰写这份喜报的工作人员 由于粗心大意 把蒋城所在的兴龙香 误解成了龙行香 这才导致查无此人 让老英雄的喜报被退回 之后就被封存在当地大案室里 长达30多年 其实当时这个错误 还是有机会被纠正过来的 如果蒋城自己能带着军工章 和先映的证明 去县城里说明情况 就会有人对这件事情进行处理的 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他回到家乡后 从来都不会跟别人提起自己的功绩 只是默默地将自己的勋章藏了起来 当有人问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 他说到现在的和平和战功 都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 所以他没资格去向别人说这些 也就是因为这样 这位一等功臣才会30多年 都无人问津 那么他又为何会欠一下银行巨款呢 由于蒋城在回国以后 没有跟人透露过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也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 回到家乡后 他又投入了农村经济建设 尽管那时已经没有战乱 但百姓们依旧吃不饱饭 蒋城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所以他决定主动站出来 帮助乡亲们 经过对当地的考察 他开始带领孙民养残 24年来 他一直任劳任怨地四处奔走 努力帮助村里的人吃饱饭 就算他自己过得并不富裕 他也从来没有过怨言 他深知交通发展对于经济的重要性 所以到了1983年 就提出要修一条 从龙青乡通往外面的路 说干就干 乡亲们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很快这条路就修了一半 可也就是在这时候 却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再去买材料了 无奈之下 村民只好暂时放弃修路 就在这时 蒋城再一次站了出来 他说这条路修好了 就能把咱们搓里的东西卖出去了 所以不管怎样 这条路都必须要修 之后他就瞒着大家 悄悄地去银行 带了一千元钱 要知道他自己的工资 每个月也就四十块钱啊 家里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 妻子经常生病需要买药 再加上还有五个小孩 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 这么大一笔巨款 根本就难以偿还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笔钱在八年以后 逐渐涨到了2400元 要知道这笔钱在九十年代 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所以到了银行来要债的时候 蒋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好将自己的老宅给抵押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才让老英雄真正的身份被曝光 事情查清楚后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后来政府补齐了蒋城应有的待遇 他的前半生 为保卫祖国的和平安定 无私奉献 回到家乡后 更是不求任何回报的 为人民奉献 这样的老英雄我们应该永远名记 令人感到痛惜的是 这位最可爱的人 在2023年1月5日因病逝世了 享年94岁 让我们一起向英雄致敬